在医院的病房里头 护士跟一个病人说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就按钟叫我们 我们会尽快来看你 到了半夜 这个病人突然间觉得不舒服 于是乎就按钟叫护士 不过因为医院当时人手不足 再加上有另一个病人的情况危急 护士根本就没办法 立刻过来帮他 无可否认 人的帮助的确是极之有限 不过我们信靠的上帝 就永远都不会 忙到无时间 会应我们在祷告当中的呼求 我有一个朋友 她的女儿今年四十岁 有非常美好的生活 不过在四十年前 当这个女儿刚刚出生的时候 就差点没命 当时我这个朋友 和她太太第一次有BB 所以有点手忙脚乱 不知怎样筹字对 他们唯有每天都为个BB祈祷 求天父帮他们 在BB出生后的第七天 有一晚 太太喂原奶 见个BB睡了 就将她放在床上 自己出去做点事 过了几分钟 当她回去BB房间的时候 发觉BB整个面都青了 没了呼吸 她两夫妻见到这样 害怕得不得了 马上跟BB做人工呼吸 又打又拍 BB在吐了一口奶之后 终于醒了 他们马上送BB进医院 在经过检查之后 发现BB患有先天性的毛病 随时都会停止呼吸 医生说 有这种病的BB 在睡觉的时候容易发病 但人不容易察觉 而当发现的时候 往往都会太迟 BB就算救得回 因为长时间的缺氧 大脑会受损 导致终身残废 医生好奇地问 你们是怎样发现 BB没了呼吸的 太太很肯定地回答 是上帝及时提醒她 神的保守 令到我这个朋友 和她的太太 对养大这个女儿充满信心 至于当年的BB 现在已经四十岁了 人会有能力不足的时候 但是神不会 主耶稣在《马可福音》 十一章二十四节这样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讨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神与人之间 不需要按求救的钟 神的帮助总是时间刚刚好 甚至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 在你人生的经历当中 有没有类似的见证呢 如果有的话 和你身边的人分享 让他们都能够认识这位 全知全能慈爱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